非常高兴在2024年的年初 来到火头纪念馆来参观 四日光华敦煌石窟艺术特展 在这个展场里面 看到琳琅满目的展品 最主要是看到这么多的观众 就知道这个展览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那这个展览的话 可以让我们从汉武帝派张迁出处西翼 然后开始了有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文化 那在这个思路之旅中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敦煌 那敦煌的我们知道敦煌石窟 是前古以来东方国教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那在这个石窟里面的话 从墨高窟 从西千佛洞 东千佛洞 五个石窟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汉朝之后 魏京南北朝 唐宋元朝 中间的各种不同时期的有关佛教艺术 那这中间当然包括建筑 包括雕塑 包括彩绘的作品 从这些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美术史上各种经典 那同时也可以看到印度佛教 北传 然后再来东传西异 再东传中国 甚至到日本韩国 这样的一个脉络 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佛祖的照相 然后菩萨的照相 甚至护法供养人的照相 从这些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艺术的精彩 那当然中间也看到张大千 就是说如果没有敦煌的话就没有大千 大千在林某敦煌作品 可以呈现敦煌在那个时候辉煌的现况 虽然展出的作品的话是根据敦煌目前 就是说比较接近现况的 很多色彩的话都已经斑驳退掉了 可是原来的敦煌的面貌的话 我想非常非常的辉煌 可以呈现东方艺术的一个最精美的极致的表现